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抵护人員生活狠狠們汪建平 急診室永遠人手不足 陳婉若 急診室讓我有音引臨火機 看病被認出來很困擾陸佳心 急診室一聲皺凱 急診室急不得 下位掛號的病患再等一等啊 歡迎收看國公 包包包包 雙包 牛仔 我驅動了 大家好 今天助理 我是助理 媛媛唱或是 這樣很怪 我也有一點 很怪 把我的手槍拿 你今天幹嘛穿護士裝 急診室不能急 為什麼 急診室為什麼不能急 因為進急診室 通常都是跟生命有關 所以不能急 可是我們今天請到一個就是 他是畫家還是醫生的 這看不出來 我剛剛在走廊上不敢看他 我是不是看到什麼 好 朋友趙凱 趙醫師 趙醫師住在這邊 這感覺好像我們應該是要 是不是 藝術方面 對 我們感覺好像是要聊收藏 要找一個像醫生的樣子 對 我剛剛一度懷疑 可能進醫院以後 他會在我的皮膚上 畫一些油畫 趙醫師說真的 你這個型 結果我躺在手機台上面 我沒有辦法想像 你會哪一樣東西 對 他講的 國際講的 雕刻 開刀 我以前原來是外科的 外科 所以常常在雕刻 趙醫師這個服裝很屌 靴子你看 還是我們那年代 衝著大哥來的 對 你們可以互相呼應一下 靴子 多一個牛仔 講到外科 我有一次 在內湖拍戲 拍夜戲 割包皮一次就不用講 因為我很晚割 全套的 我三十歲才割 因為拍《淘汰靈世界》 每一天都熬夜 所以一定要割 那沒有 因為太長就很不舒服嘛 就容易刺痛 熬夜更久 你是躲著 容易刺痛 不是...沒有... 包皮過長會不舒服 很不舒服 因為你一天 比方說你飽 不是 不是耶 但是因為那個時候是 你是因為包皮過長送急診嗎 沒有... 太痛 太痛 是因為那兩天都很不舒服 尿尿都會痛 那我就去 我就去 醫生就說 這個割掉就沒事了 那就變成急診了 那當場就動手術嘛 然後我一進 我先講前面 一開始的時候我掛面尿科的時候 我進去 那護士出來叫我的時候 醫生不曉得去哪裡 他去簽什麼文件還什麼的 他就直接說來 我說你看啊 醫生還沒來耶 你就脫掉 所以他的態度是很急 快 脫掉... 沒有...這樣幹什麼跳舞啊 還快... 他就叫我先脫掉 因為他認出我是藝人 他說脫掉 我說脫掉 我說醫生還沒來 我先看 等一下醫生就比較清楚了 所以後面很多人在排隊要看 沒有... 泌尿科是在房間裡 誰泌尿科開放式的啊 然後我就... 等一下 你也做過內診 OK... 然後護士我就... 好吧 我就要解褲帶了 解...醫生進來了 你在幹嘛 我說他叫我先給他看 你先看什麼 我就對話起來 沒有吃醋啦 沒有吃醋啦 他就問我說你怎麼了 我說我不舒服 他就問我看 我說你真的好OK 割掉就好了 沒事了 割掉就沒有事了 我說不行啊 我晚上還要工作啊 我沒跟他講 但他很明顯他沒有認出 他是誰 這個醫生 我說我還要工作 我沒有跟他講 我要拍戲 他說沒有問題 割完馬上... 下午就可以去走出去就好了 半個鐘頭就好了 我說好吧 那就割吧 我看十二點多 好啦 然後他就說那你等一下 就到樓上來 然後我就看那護士很賤的 就趕快就上去了你知道 一上去以後呢 脫掉 電梯門一開 脫掉 我會聽到很吵鬧的聲音 繼續出... 大概就聽到護士說 然後那個醫生呢 醫生就很不客氣走到我面前 他說你是幹什麼東西的啊 這個中午吃飯時間 這個手術大概一個護士陪我就夠 他們八個護士都不去吃飯 你是幹嘛的 我說我沒有幹嘛的 我就沒有什麼 我沒有講 好啦 然後呢 我告訴你 我這一輩子沒有看過這樣的症狀 我不騙你 我換好那個衣服 我要那個袍子嘛 全身脫掉 那個門打開 手術師那個門一打開 我告訴你 我真的以為我是要來移植心臟 一個醫生八個護士 我這麼大的手術 我那個心裡很膽 割包皮有這麼嚴重嗎 你知道嗎 而且護士在慫恿 醫生 全身麻醉 沒有全身 不用啦 我們八個需要三個鐘頭 不用趙醫師在 剛剛不用全身麻醉了 下半身就好 好啦 躺上來 躺上來 開始啦 你看 護士就圍一堆 就開始在聊天 就跟我聊天 你拍那個台灣臨事件 你有沒有真的遇到鬼啊 什麼什麼 醫生也跟著聊 原來你是演員喔 難怪了 我說你可以不要跟著聊 你好好地做你的事情 就開始 一推 你知道嗎 然後 最精采的來了 就結束以後 結束以後 然後因為 我打麻醉藥都會發白 臉色發白 很難看 因為缺氧的關係 醫生說的 然後我就下... 好了以後呢 然後我就要下床 下床我就看到一個護士 拿著立刻拍手出來 要拍照 我說 能不能改天我回來換藥的時候 狀況稍微好一點的時候再拍 你誤會人家要拍皮 那是醫學 是不是 人家留下證 你說我們有一個醬的種 那要送病禮的 你誤會 那你不要寫名字嗎 汪劍名字皮 汪皮 然後我就沒有拍 我就改天回來再跟他們拍 第三天回來換藥的時候 發生一件滿好笑的事件 本來是說我進那個... 進那個就是... 應該是診療 就是急診的旁邊的診療室 對 然後那個護士看到我 說你去 就去一個床上 我就坐下來 坐下來他就把簾子拉起來 我說我等一下來幫你換藥 因為要換紗布嘛 還要再吐消炎藥什麼之類 然後我就大概等了五分鐘以後 另外一個護士來了 另外一個護士來幫我換 我換... 然後原來那個護士回來了 你在幹嘛 他兩個就吵起來 我不要吵 不要吵 那一個見證有辦法大 我跟你講 不要吵 我猜下來你重弄就好了嗎 你不要猜嗎 急診我們演過很多話要講 因為我演過那個開救護車的 對... 每天待在急診室門口 你知道那個壓力有多大嗎 對不對 看過各種 但是... 佩郭基你胸會痛喔 其實... 我其實胸痛是有原因的啦 發育 你也知道我還沒有到... 我們還沒有發育完成嘛 所以還是在發育啦 其實我有一個還滿尷尬跟恐怖 我也想問一下趙兄 到底是對不對 怎麼會這種情況 是 我有一次因為我在健身房舉重啊 就是運動得非常賣力 就是太賣力了 結果有一些動作我做錯了 所以傷到我的胸部 那我的胸部本來就是因為 常常在腫脹啊 所以很容易在健身的時候啊 不正確的姿勢會去傷到 那天傷到以後我非常害怕 真的是連呼吸都有困難 所以我就請我朋友趕快 帶我去掛急診 結果呢我到那個醫院去掛急診喔 那我完全進去就是痛 抱著胸部很痛啊 那躺在那邊 沒想到那個醫生進來喔 他也沒有做什麼動作就 明明我是掛要看胸腔看胸部喔 結果那個醫生喔 趁那個護士不在場的時候 他居然解開我的牛仔褲的那個扭扣 然後解開扭扣呢 就是我以為說胸部痛 要檢查下面的什麼神經系統 才會有什麼關聯 才會治療好 那我就不宜有他喔 他就這樣伸進去喔 結果伸進去就到非常危急的 那個地方 我已經覺得好像不太對勁 我一直問那個醫生說 醫生 我胸部在痛 那一定要跟下面的什麼 器官有關係嗎 我還很清楚地這樣問他 那他居然他也沒有 沒有做停止的動作 就繼續這樣往下探 結果在那個很緊急的時候 我在最脆弱的時候 突然護士小姐 那剛好他也解救了我 結果進來以後 那個醫生就趕快做起其他 做胸部診斷的那樣的動作 真的假的喔 那其實這個非常恐怖喔 就是 沒有 這個我跟妳解釋一下喔 就很多人不懂啊 像妳看 耳朵痛 為什麼耳鼻喉一起看 是 其實是胸腔在這邊 其實是關聯的 是嗎 照兄弟 大致上原則是對啦 距離稍微遠一點 不過現在 現在護士也有男士 男護士 女護士了 不過大致上 我們在急診 處理病人 還是要有一個第三者在場 因為不管是在幫忙的立場上 見證的立場上 避免糾紛 而且男男女女都不太分了現在 有時候你也搞不太清楚 我看有沒有人去掛急診 怪怪的 除了胸痛的之外 還有人被摸嗎 不是 我之前 之前有一次我去急診的時候 那時候是因為 我其實是我要剖腹產 然後我要剖腹產的時候 然後可是我沒有 我覺得我那時候直接 也是一樣就是穿那個袍子 但穿袍子然後被推到 那個手術室的時候 所有的醫生護士都沒有來 就是推進去 然後我整個人是空的 在那個手術室裡面 然後大概等了半個小時以後 醫生護士才到 但是這半個小時的時候 就會有那個阿婆在那邊 拖地啊什麼的 然後就跟你對話 然後那個時候我記得 我要剖腹產已經很緊張了 然後隔壁 隔壁病房還是可以聽到 有自然產的產婦 然後就叫很大聲 超級大聲的 然後那個拖地的那個阿婆 就一直跟我對話 然後就說 如果是我的話呢 我也要剖腹產囉 然後什麼什麼 可是我想問醫生說 比如說像我們這樣子 推到已經進手術室 然後還等了二十分鐘 才有醫生跟護士這樣進來 是正確的嗎 那是診所還是醫院 醫院啊 醫院 一般來講有時候 同時會接兩三個 那事實上來講 現在我們的護理訓練相當好 他在前置作業的時候 都是護理人員 就像剛才割包皮事件 他一模一樣 他會先給你準備好 那一般來講到快生的時候 醫生就會重點的過來 可是這一站中 最重要的他品質在哪裡 品質就是當下你要生的時候 醫生能夠計時到 我有個問題要問 那在這一段等待的期間 是不是我們病人 萬一有痛 然後就白痛 就在那邊哀哀叫 都沒有人理我們了 就一直讓他痛 那你不可能要摸到他痛啊 摸得搞不好更痛 周醫師有沒有那個 看過比較奇特的病人 急診的 多啦 在話從東部說起 我以前以前都是在花蓮 是 有一個晚上十點 晚上十點 大家都忙完啊 那十點的時候 你開始要正忙的時候 就有個私家鄉行車 送了一對男女 可以 進來 很低調 對... 黏在一起 一個被子 黏在一起 很低調 光好聲音也很小 小姐就叽叽叽叽叽 跟剛才那個八個一樣 叽叽叽叽 然後就來找我 我在後面休息 我就說什麼事 出來 出來一看 一起躺在一張床上 那這個事情 原則上來講 我們就不太伸張 所以我們對客人 對病人來講 好像這種事 我們就比較隱密 那就單獨房間處理 打個點滴 加個藥 然後整個鬆懈了以後 不是用溫水 準備溫水 用熱水啦 是 想說拋起來 然後來電視上把狗 打一打 噴一噴 澆澆水 那個不行 那必須要打個點滴 加個藥 讓牠整個精神鬆弛下來 肌肉什麼 對...牠好像有經驗 沒有 我出發了 這樣子 然後鬆了以後 牠就要不然 不然牠那個相當危險的 牠什麼樣 為什麼會黏在一起 放不開 放不開才是狗吧 所以說我說人 人一定要提得起放個線 對... 要放什麼 牠是因為女生太緊張了還是 對 緊張 肌肉卡出 那危險會危險到什麼 當然有危險啦 缺血性啊 你的包皮都不用割了 整個都割下來了 可以死 可以掉 因為牠缺血性會黑掉 可是這個情況是因為 斷力 緊張 太緊張 這個是 是有的 每年幾乎會碰到一個案子 到兩個案子 我們還是盡量把這個 病情王那個 上半身走 老提照 承受在中央給我吃飯 好不好 好啦 那這個... 其實我剛剛講啊 我那時候不是在拍那個戲的時候 我每天在急診室 急診室也有熱門時間耶 每天大概到那個時間 我都離遠遠 差不多都是上班 上下班時間會有一個熱潮 就是車禍的 對 那個時候會有一些熱潮 然後假日呢 就會很多那種 肚子痛 打架 幹嘛 吃壞 沒有啦 有時候會樂極真悲啦 就是... 因為 我看過那個什麼 他們玩沙灘車 玩... 把小孩子撿過去 小孩子送來 全身都是土啊 好怕喔 我都快瘋掉 那因為我穿的是制服 我站在那邊 然後我就連圓圓 你快點啊 你快點 我什麼樣 你放棄啦 我被抓一包嘛 還有一個 我在這邊等拍戲 我... 我很痛啊 你拜託 你煞我東西 不是啦 我不是 你不是這台的 不是啦 我不是 所以那個有的時候 就是在... 在急診室的時候 有的時候會看到一些比較 對我們來講 不習慣的畫面 那我們今天有個來賓很安靜 對... 因為我覺得我那個經驗 還滿丟臉的 因為是有一次 那時候剛跟那個喜歡的男生 在一起 然後還記得是跨年的時候 年起來 然後我們就去那個泡溫泉 然後隔天起來 就要去陽明山散步這樣 是 然後我就突然肚子就超痛 然後我就覺得 我一定是盲腸炎 完蛋我完了這樣 很嚴重 然後那男生就很擔心 然後還用那種新娘抱的方式 就帶我進那個醫院急診 然後急診之後 那個男生就去停車 然後我就跟醫生說 我說我是不是盲腸炎 肚子怎麼那麼痛 然後醫生看一看說 沒事你只是那個 太多天沒有上大號這樣 他說現在 要幫你立刻 然後我就看那個男生 停好車要走進來 我說沒有 沒辦法 我等一下要拍戲 然後就跑走 然後我就跟那個男生說 沒有 我只是腸胃炎 然後就這樣 然後那邊打他打他 那你就繼續痛 沒有 就是有拿藥 就是有拿一些排件 可是他當場醫生 就講那麼大聲嗎 對 他就是當場就講說 要灌腸這樣子 後來就不痛了 是不是有很多女生 都是因為這樣受急症 比較慢才好 都是因為便秘受急症 不過那麼漂亮那麼年輕 都比較少 年紀大了比較多 所以緊張性的 年輕人大概病 大部分都緊張性 那個醫生講 你怎麼不大便呢你 你不大便 就急症幹什麼 走啊 我就遇到我了 我有一次腸胃炎 去那個仁愛... 不是仁愛醫院 就仁愛圓環附近那些 巷子裡面有個醫院 我就是啊 我就去... 中三啊 我就去掛急症 因為很痛 非常不舒服 然後驗尿 驗血都OK 都沒事 然後那護士就說 你去... 你去看看 蹲看看 能不能... 大便大出來 大出來 然後我們再檢查 你的那個... 糞便 糞便裡面有沒有細菌 然後呢 我就大概半個鐘頭 我就大一點 給他以後我就去 那個醫院中間中庭 很多人都在那邊等 你知道嗎 然後他說 他跟我講 他說 驗出來以後 我會來找你 我會帶你來 然後呢 我就在那邊等 在那邊等 我就聽到廣播了 王建銘先生 王建銘先生 你怎麼不大便啊 我大... 我大出來了 我以為... 王建銘先生 我們檢查到 你的大便裡面有細菌 請你趕快到檢驗室來 你不是要來叫我嗎 他直接給你廣播了 你知道嗎 他一定是條綱的 然後呢... 然後我就... 因為很多人我就坐在那邊 也不動 廣播完大概五分鐘 我才站起來 才走掉 可是人家是認識的 他故意的啊 我去... 你看看 不成人大病 因為大病有細菌 一到檢驗室裡面 醫生也在護士 也在護士看到就這樣 你們的心態是什麼 你們就是 因為你們已經 看太多了是不是 還是... 我想經濟風暴之前 大概日本在十年前的時候 就寫了一本書 2003年 有兩位記者 採訪了一年以後 寫了四個字 就是病院沈默 意思就是說 醫療制度整個在以前的 傳統的服務態度 還有經營理念下 快垮了 那就在金融風暴後以後 大概大家做了一個 很大的檢討 就是剛剛大哥講的 我們醫生的態度 醫院的態度 那第二個就是 我們在收費上 應該要平民化了 那第三個 我們要求助於 我們醫生跟護士 一定要 體恤病人的心 就是剛才講的 所以從括號開始 但是我就要把你當作 你是客人 因為你有括號費 以前我們講說 醫德 醫德 現在不講醫德 應該要講 你有收費 你就有這個責任 對 我不講你醫德 那道德太籠統 所以事實上就是責任 那這樣從括號開始 我們減傷 就應該在態度上 延遲上 還有一個速度上 品質上 需要改進 所以這個就會解決 你看現在醫院 慢慢慢慢 中小型醫院都已經 開始要沒落 它就從服務品質上 讓態度上來接見 自然淘汰 一定是自然淘汰 將來就不會有這些問題 現在真的成仙了 對 你配合醫生那個態度不好 都站在路邊 成仙了 不行 因為這個是我常常在 急診室看到家屬 跟醫院最大的衝突點 對 都是這樣 一來一來 那邊吼 在那邊叫 吵到後面去 對啊 我當你差點扁人 對 其實要老實講 現在醫院的那個急診 或醫院裡面的服務人員 真的是態度非常好 常常這些護士迷迷 對不對 都不會講台語 對 都幫你服務別的地方了 對 這樣我更痛 那他們現在都會 阿公 阿嬤 台語都聊得很開心 讓大家都比較緩得 我覺得醫院最好做一個服務 就是我們去可以 這也是酒店的是不是 那以後護士那個腰邊 要掛個號碼牌嗎還是 這個是服務的一環吧 有啊 有些老先生 對特別的護士 他就覺得特別好感 對啊 有時候來的時候 多多少都會 你看我們一般比較大的醫院 譬如說肝膽腸胃科 他就有三個門診醫師 可以選 對 我們可以選 那為什麼不能選護士 當然 所以我覺得這個合理 各位有沒有在那個 急診室裡面 看到比較奇怪的場面 其實我有看過一次 這是我一個 就是我剛好去看 我一個醫生朋友 他在三種當醫生 然後他有一次在晚上值班 他就是突然來一堆黑衣人 就是大批有沒有人 就衝進來 但大家也很害怕 到底發生什麼事情 結果這裡面 有一個是自稱大哥的 他就是非常的 好像就是姨父 好像就是很能夠耐痛 可是他身上有很大的 像是槍傷或者刀傷 結果一進來以後 他就非常大聲 可是旁邊有很多 他的小弟在那裡 可是醫生必須要趕快做決定 到底要幫他怎麼做處理 因為很多刀傷很嚴重 結果這個大哥為了愛面子 那他也不叫 也不幹嘛 那也怕這些小弟在旁邊 就是他不夠威風 所以他拒絕那個醫生 幫他打麻藥 就是一定要沉那一口氣 要沉那個牆 其實這樣縫會非常痛 而且他就 拿本書來 還關東 對 結果他不要 結果這醫生一看 就知道這樣下去不是辦法 這樣一直流血也不是辦法 他又要逞強 所以後來這個醫生也很聰明 他就想一個辦法 就好 那叫這些小弟們 到外面去抽個菸 或幹嘛的 不要再留在現場 結果他們出去以後 就開始幫他打一點點針 稍微那個針 麻藥還沒發生效果的時候 已經開始在縫了 結果那個大哥 哇哇叫哭的 好像就是小綿羊一樣 一看就不是剛剛那個大哥的樣子 看倉口啦 如果小的話 我們就跟客人乾脆就不要打了 因為有時候我們打那個麻藥會腫 跟那個豬肉打水一樣 種種的 他的癒合可能多多少少會受影響 當然是不痛 你看我在台中的時候 我就不太喜歡給客人打 打麻藥針 這樣你醫起來會比較刺激 醫來就是會比較快 消毒好以後 傷口也比較好以後 可是這樣病人會不會 中途一直慘叫連連 對 有沒有知道 你受不了的 現在呢 現在我們今天熟了以後 居民都認識都知道 就像指定要誰一樣 病人就跑到來 說那個白毛的醫師今天有沒有值班 受傷 因為大理那個地方 手工業區 兩千多個工廠 差一張手工業意外 然後就來 他先問我另外一個值班醫師 那個白毛有來嗎 今天有得班嗎 你說沒有 我來刮 第一次他來的時候 我就沒給他縫 他就痛 可是他又忍著 就跟剛才講他忍著 他又不講 事實上有很多客人還是怕痛 那還是要針對客人的需求性 怕 還是怕 所以我還是會打 對... 縫三針算不算小傷口 小傷 小傷啊 所以是可以不用打的 其實不需要打 那傷口不要 不是 應該三針不用打 縫在哪裡吧 對... 所以幾針以上是需要打的 看客人 還是要看客人 趙醫師 你的條件呢 我的條件 如果像你認為標形大漢 麻布展開 熊啾啾氣昂 五針也可以不用縫 可是好良 你出去馬上就可以上錄影節目 你確定你是醫生嗎 還不過 沒有 萬一這五針 是受傷在人中呢 人中 我們的針更細 因為縫臉的針很細很細 跟美容針一樣 所以反而他的同感更好 你是戰地醫生 你在部隊裡面待過 剛從伊拉克回來 太忙了 炸斷手沒關係 OK了... 還有誰 你也太... 有啦... 現在慢慢... 我們要求是讓病人很舒服 就像剛才你產婦一樣 我們可以慢慢配合客人 要讓他有事 而且我覺得怎麼樣的標準 是算要送急診 因為我看很多那種媽媽 小朋友感冒 然後白天沒時間 晚上也帶去看急診 對... 然後就會讓急診變成說 真正急得沒有看到 因為真正很急得沒有看到 然後旁邊看感冒的一大堆 對啊 原來在美國標準的急診就是 只要客人認為是急診 他就是急診 這個原則是絕對不會錯的 因為一百個小病裡面 縱然是醫護人員是小病 他裡面潛藏的就有危機 真的嗎 那如果說我今天這邊 有一顆痣 我要去急診 這個就可以溝通 因為樓上有急呼吸 這叫鬼呼吸 這可以溝通一下 我去點痣不能算急診 這可以溝通一下 你那麼沒有痛苦啊 對啊 可是我覺得很好痛喔 趙醫師說得有道理 因為你看 就像丹丹講感冒好了 對 因為感冒有一百多種病發症 沒錯 而且是很嚴重會到痣死 他上街目前有多病 可是如果這樣講的話 任何都可以急診 對啊 當然 對啊 是啊 但你不能心情不好急診 我心情不好 有癮症嗎 有 急診科 急診科的急診 他有時候就最需要 因為急診科 當萬一他有暴力傾向 或者有自殺傾向 這個確實是急診 趙醫師有診療過 什麼樣奇怪的急診嗎 我現在提好了 剛才那個誰講說 你道場兄弟去掛號 那原則上來講 在我們來講的話 大概我也給我們的 護理人員教育 語言要一致 譬如說 他的小弟 穿刺傷 腹內出血 急 可是大哥厚到 厚到以後就一定到場 說你速度不夠快 全部東西要趕快開刀 可是在這個當中來講 我們目的是要救這個病人 OK 是 是要救這個病人 所以大哥一定要先捅大哥 對 你也去捅大哥 你不要吵 不吐也可以 可是送上檳榔可以 因為大哥吃檳榔 他來我們這護理長就厲害 這在花蓮 相當相當有名的一個個案子 我後來在上課也教他們消解 你要處理解決危機 你要解決危機 你要針對病人救命的目標而定 所以你可以段子放完 然後他就掏出檳榔來 請這個大哥吃 他說你不要緊張 我們現在已經在處理了 他有接受到反應 他整個的態度就會軟化下來 病人也接受到治療了 也不會的干擾 也上去開刀了 我跟你講這是好事 所以原來在急診 是千變萬化跟個菜市場一樣 你要把每個客人跟每個病人 都當作就是像菜市場 擦身而過的一下阿爸媽一樣 你要對他客氣 那你不可能在菜市場 經過一個人 莫名其妙我就跟你吹呼 是瞪眼睛 不可能 所以這個態度跟觀念很重要 所以像那個護理長 他就可以掏出個檳榔來 對 吃吃吃吃吃 不是 那個護理長 平常也吃檳榔 要準備著檳榔 因為什麼 你本身是一個 那護理長也會的 對 這護理長 從小已經長大了 你放台不要緊 明記 他就很適合當護理長 這本身叫軟 所以這護理長 他下班以後 還可以到巷子口去 兼拆賣檳榔當西施 那就一定當西施 但是話不能亂講 對不對 上課 對 有一次我們的模特兒 大概差不多有十個人 一起做修在後台 但那個後台是一個 密閉式的後台 裡面什麼佳琪 師學 全部都在 但是修到最後一套 衣服的時候 大家走到路上 是左腰右晃 然後佳琪是最後一套衣服 都出不去 就有一點 因為是在一個 泡的密閉式空間裡面 換衣服 那換衣服因為又很急促 後來是十個 大概十個模特兒 一起送到中山 因為直接一起送到中山 然後那其實 他的那個急診是滿小的 所以他沒有辦法 一下子這麼多人 忽然間大批人 然後媒體也跟著一起跑去 因為是做完最後一套 就全部送過去 然後那個時候 我們晚上還有一場秀 然後這些人 也都一定要去上那場秀 但是就搞了整個場面很亂 我覺得我就很同意 趙醫師的話 那因為我很緊張 因為我等一下要負責他們 然後又一直不知道 到底是什麼原因 是什麼 為什麼每個貓子都昏倒 後來就有一個護理長 然後他們就把我們帶到旁邊 然後就告訴我說 你自己一定要先鎮定 因為你當場還要回答媒體 就跟我講了一些 就讓我覺得 心情比較放得下來 吃冰郎 吃冰郎 對 對 所以我覺得 就說因為大部分 我們不知道什麼狀況 對... 你的話就要吃冰郎嗎 沒有... 我還意外話在中毒過耶 然後我們一大堆人 有的是背著什麼 我還自己唱歌 不知道... 他到醫院 有的糖不能動啊 還昏倒還住好幾天耶 那我大概比較輕微還是怎樣 還是我有喝酒幹嘛 就有喝酒的體質 我就還好你知道 我還背力一點出來 然後很開心 然後呼嘗就這樣 你沒什麼事 好 你過來...吸唇養子 我吸個好興奮的 然後攝影機就... 童哥你有沒有這樣 我沒有... 媽 沒事 發瘋了 我就... 所以... 我就坐在那邊吸唇養 很無聊 他不是有個拐 我就調一條 要不然調一半 我就... 吸唇養 吸唇養會興奮 吸唇養本身那樣 事實上你看歐洲國家 可是這樣不清醒 它會更清醒 而且酒退會比較快 酒退也會比較快 但是在急診室有沒有常常遇到 夜裡啊 有沒有遇到醉漢 應該很多吧 多啦 醉漢很多 都是半夜十二天以後 那醉漢在處理上 原則上來講 你也不能夠太硬 也不能夠太拒絕它 所以還是要什麼 要有穿這種制服的 趙醫師 你沒有... 你不能... 有沒有真的把你惹生氣 當然有 可是你還是不能生氣 因為你... 它是罪 它是病人 它有花錢 它有花花費四百五 現在問你很簡單的道理嘛 那現在這是我應該要服務的 那可是要避開啦 像這種的話 就是軟性的來 你像當初 我們在...我在花蓮的時候 就跟你剛才講 喝酒得多 晚上十二點以後 啪...掛號 它怎麼掛法 兩個都掛號 跳回來 兩個人... 兩個男孩子 整個往後跳 多恐怖啊 那碰到這種情形 你怎麼辦 你打他 你罵他 這開車日的是 這邊也被掛一刀 那他載著這個朋友呢 是臉上掛一刀 他是急出血 那事實上沒有什麼生命 我以前兩個都醉 都喝酒 拉下來 那我們那個小姐 我帶著吵 我第一批帶著急診小姐 就是花蓮詩忌的 好 我花了三年功夫 日語積業的教育他們 他又非常好 很奇怪 你知道的意思 你是教育戶 是不是教育特種戶 對 這要嚴格 所以他們醫護人員要嚴格 要在一個壓力下 很嚴格的訓練 對 醫護人員的最後的經驗 三年的經驗以後 尤其是急診戶 三年會變成反應 要反射性的 像這個問題 馬上那個人就一震住 那個開車的 那也滿聽話的 他至少來了以後 有求於我們 他態度就比較軟 我們那小姐很兇 怕先壓住他 然後另外那個拉進去 然後先止血 因為那個血會噴 真的 那個又會噴 你先止住血先救命 然後是 所以常常講 以前我們真的厲害的話 心臟穿刺傷 我最佩服朱志勳朱教授 就一個病人就 嚴格簡單 你只要心臟穿刺傷的人 一個指頭啪 開胸口壓 就壓住就好了 你不要考慮什麼感染不感染 他手直接 對嘛 你穿刺傷就是一個嘛 然後你胸鋸魚鋸開 然後馬上就 一個時候就壓住 先止住這個問題 準備封合 你很隱就隱 你在開刀是不是都在笑 不是 你什麼 我好配 我好配 至少一個錢公分 對... 其實他有 我真佩服你們 對 急診室有遇到一些 很瘋狂的行為 也沒有 我記得那個時候 有一次我... 其實我不曉得 應該不算急診啦 但是我覺得那個醫生 真的很離譜 我那個時候陪我一個朋友 他去割雙眼皮 他割雙眼皮 然後我就坐在外面等 他在裡面割 這樣可以急診 不是急診啦 就是去看 一般的門診 門診 對 然後外面有電視 然後電視那時候就播說 陳靜欣要被抓到 然後就很噹噹 然後醫生就從裡面出來了 跟我們一起看 然後看到他 就是那個過程很緊張以後呢 他又再進去 後來我朋友第二天就... 他割完以後 但醫生把他眼皮 跟裡面那一點點 一起縫在一起 眼睛之後再也張不開 然後又回去再縫第二次 我就說所以醫生 品德真的還是很重要耶 責任 對 責任真的很重要耶 怎麼可以幫人家手術到一半的時候 他可能覺得 他天天在做幾百件 他不覺得這個是一個厲害的事情 結果... 所以我們要立法 要立法 你應該可以通 當醫生對我們怎麼樣 我們要 他也要同樣被打 手下留情... 你把我縫起來沒關係 你不要走 你過來先把他縫起來 大家縫起來 讓你覺得縫起來怎麼樣 因為我覺得要反制 是不是 奇人之洞 這樣比較公平 對... 因為你也要感覺一下嘛 是不是 那你... 衰人 我不衰啦 你怎麼會連看醫生都遇到 憂鬱症醫生 其實是非常扯的一次喔 我剛好我家是住在那個 國差醫院的前面 國差醫院 那其實有一次我媽媽... 那不就太了嗎 其實我媽媽那天晚上 真的咳嗽咳得非常厲害 咳到幾乎都很... 很臭 整個胸部很難受 那我們實在受不了 一定要送他去醫院 我們真的很緊急送他去醫院 那送到那個醫院 我們就發現說 其實很多醫生 他們都很忙很忙 都在處理病理的事情 就突然有一個醫生 就好像也滿悠閒 他也沒什麼病人 那我們很快去 他都幫我們處理 幫我們看 可是我媽媽在那邊做胸腔的 這種檢查 因為他咳到已經血都快 也吐了一些 那其實很緊急的時候 就是應該有一些程序 他也是要檢查 可是那個醫生一來以後 就覺得說 居然跟護士說 這個病人請他去檢查 什麼膝蓋的骨頭 請送他去骨科那邊檢查 或者送他去什麼地方 那完全跟我們要檢查的 相關完全不一樣 那時候就非常生氣 為什麼你不趕快處理 去我媽媽這種情況 真的很糟糕 然後他除了看了一半以後 就突然籃籃自語 就一直講他自己的語言 就不曉得在講什麼 也跟這個病例完全沒關係 就完全沒處理 後來我們實在受不了 一定要叫醫院 其他醫生來幫忙處理 才趕快順利的去處理 可是後來我去經過調查 後來發現說 那個醫生是得了憂鬱症 然後他那一天突然病發 然後就完全就突然恍生 就不曉得他在做什麼事情 你不能說去急診嗎 出來你的臉有沒有這麼臭 對...醒來 你怎麼了 那有 走了 他回去繼續睡 那怎樣 然後就很恐怖 對 因為我就曾經在急診問過 然後就是那個醫生態度就很差 還有就問他 然後他就直接回答我 他說 你知道嗎 所以我在想說 可能他們真的... 你去睡啊 對啊 那有床啊 所以我就... 我就常常跟天心醫生講說 你做什麼要像什麼 你這樣有拿錢你就有責任 對 那要不然你就不要指 對啊 很簡單 一句話 對 你想賺這個錢的話 那你就像樣子 可是趙醫師我有個疑問 那像他們精神有狀況的醫生 那他還可以再繼續執驗 你再去檢查 這個醫生絕對不在了 因為最近醫生很多人 對 尖猜 毛子 就像我一樣 偶爾要泡泡龍頭 現在醫療環境已經不一樣了 幾乎也不一樣了 我最近有幾次去看醫生的那種 感覺 感覺跟以前差別很大 當然 好很多 好很多喔 改啦 現在醫生要找工作的很多 但是你不要... 但是就是說你盡量就是 如果說你還要更好一點的待遇的話 就是像他講 你要去找一些比較貴的地方 是 他的態度真的很好 但是現在醫生真的跟以前不一樣 小時候去看醫生就是 看醫生就是 我已經生病了 我還要被你這麼兇 是為了什麼你知道 好像我生病是怎麼了 我惹你了 打聲 吃 打開 你有沒有跟醫護人員吵架過 其實不算醫護人員 他算那裡的就是醫院的工作人員 那你脾氣太大了吧 不是 他很過分 因為我腸胃炎啊 然後腸胃炎就... 便秘 腸胃炎 去大便 就跟你講 你不是腸胃炎 你是很久秘大便 沒有 我的意思是 陸家欣小姐... 好 腸胃炎... 因為腸胃炎會一直吐嘛 然後可能三五分鐘吐一次 然後就非常痛苦 就去掛急診 然後在等待的時候 因為就一直想吐... 然後我就去他們的廁所吐 然後那時候他們的清掃人員 就從... 就從外面衝進來 就說 你剛剛幹嘛 我說我腸胃炎不舒服 我剛剛去吐了一下 你怎麼... 你怎麼現在吐 然後我就說我不舒服 忍不住 他說我剛剛才掃過 然後很兇 然後我就說 我說我生命不舒服 而且我沒有吐到 沒有吐在裡面啊 我沒有吐這樣 他說那要是你吐到面怎麼辦 然後就跟我這樣吵... 然後結果吵到一半 我就很想吐 結果就... 他應該發瘋了吧 他應該發瘋了吧 他要發瘋嗎 他說他覺得很開心 對 我是覺得身體好一點 就是... 對啊 就是這樣啦 惡人要用惡法治 對啊 不過我們還常常聽到 就是在醫院裡面 真的會受到一些欺負 像上次那個誰來出什麼 那個... 男人女的 男人 川普 川普 川普不是說他爸爸在猜清楚 他一直撿到肉嗎對不對 你朋友怎樣 是石膏啊 不是 我朋友 你朋友 石膏 我朋友他就去拆石膏嘛 他就石膏弄完 然後醫生就拆 那醫生就拆說 等一下我幫你鋸開 那個石膏鋸開的時候 你會有灼熱感 對 他會說你會有灼熱感 他說好...我知道 他就... 然後... 醫生...你刮到我了 然後就... 都是刀很斜這樣 就是細細 沒有很嚴重 很裡面啦 但是就是很嚴重 就等於是誇張 對 誇張 他就... 醫生... 他還多一點 所以輕微誇張 對醫生來講 他覺得好像是比較輕巧 只是著熱感而已 他覺得好像比較輕巧 不過那個在態度上 還有在後來的溝通上 跟... 安慰上 我想應該醫生會做一些動作 還有護士在旁邊弄 對 不然的話這原則上來講 他還是會造成一個個數 還是會... 彌補一下對不對 對 要你不要彌補 拿個兩百的再跟他講 兩百就講 拆石膏就一定有這一段 對... 撲弄一下 對...不要怕了 這個講到這個 我覺得我們藝人其實平常說 是滿幸福的 因為醫護人員的工作其實是... 你幸福囉 我說平常... 八國聯軍割包皮 就算是趕到拿藥或是什麼的 因為醫護人員的工作是很苦悶的 看到藝人他稍微都會比較... 對 領域一點啊 對 也興奮一點 還有那種就是那種 就是年紀稍微大一點的醫生 也是滿猛 我已經是手指斷骨 明明斷了 我要斷 斷喔 斷... 他人很好 痛...這樣會痛對不對 對... 對 這樣會痛是正常的 打了 痛 流汗耶 你知道嗎 那個這個有時候 就是醫生有時候 做一些行為 我們就是不太懂 有時候按著... 就痛一痛 是痛 這裡對不對 是不是這裡... 對 很痛的 可是剛剛汪泉民 你也有說那個什麼 就藝人還滿好的 那去急診啊 或是看病啊 會受到一些禮遇嘛 對不對 那有沒有很囉嗦的 囉嗦的有意思 或是天兵啊 問 一定會嘛 有天的護士 有些女孩子啊 她們就跟那個男明星在一起啊 就會比較遇到中文 問八卦嘛 一定問八卦 對啊... 其實我沒有... 我一直到最近都還被問到 就不止一次 因為我不論是看醫生 或者是去掛急診 然後那個護士小姐都會覺得 就是很曖昧 然後笑她說 那個...張醫生沒有陪你來喔 然後我就翻白眼說 分手 這樣不是這麼八卦 我都看新聞喔 然後她們還會問下去嗎 不會 她們就說不好意思 然後有的人還會安慰我 然後我就說 沒關係...很久 你不是去看牙 遇到一個很天的... 天天使的 那個要拔牙 你知道嗎 那個醫生跟護士講的那個 那個麻藥的那個劑量不夠啊 你知道嗎 拔到一半 我整個人瘋狂的大叫喔 因為我那個醫生是 從小把我看到大的醫生 我的牙都是給他 對 要拔喔 她的劑量不夠喔 然後... 好痛 痛 我整個人大叫狂叫 我抓了醫生的手 你知道嗎 好痛喔 然後結束...結束以後我跟他說 因為我知道這個護士是新來的嘛 我跟他講說你千萬不要罵他 不要把他開除或者什麼 所以嘛 非常不舒服 所以就是要這個時候叫 護士你進來 打一點來發牙 我知道我剛剛有多痛 而且你自己拔 對不對 這一定要讓他們 身體也感同樣的... 對不對 同樣的感覺 不然他們每一次都這樣對我們 對啊 但是我在這邊我還是謝謝你們啊 什麼啦 他媽的下醫生在幹嘛 沒有 下醫關你 你哪裡痛 我腸會鹽 先灌腸 怎麼啦 怎麼啦 不要扯這個醫生護士 我遇過那個護士喔 我小時候 我高中的時候有一次重感冒 然後要打針 那個護士小... 我一看到他那個表情 我就知道 你知道 因為我覺得 打屁股 你知道嗎 他真的 他不是這樣子給你 這樣子就是按下去 他真的是這樣 真的 射 射 射的時候他小時候有離果 這也是一個技術嗎 射也太離不果了 不過現在也不可以了 老實說 說真的 對醫生 對護士的印象 真的都不是很好 真的 因為感覺去 所有的醫生都是一個表情 護士也是 就覺得他們就是一個樣板 要不然你希望醫生怎麼樣 喜怒哀樂言給你看 他不是一個表情嗎 他跟他說至少親切一點 對 也不是說親切一點 跟蹦跪啦 好可愛喔 沒有人會這樣 好像老寶 對不對 這沒譜 沒有會這樣太難 不過以前有一個就是 我小時候專門看那個醫生 那個醫生 我覺得我永遠記得他 就是不管我再難過什麼 他都是笑笑的 然後跟我講沒事 沒事 我有一次記得 我這邊有個疤撞破 流血嘛 就這邊有個疤 然後我就暈倒 醒來的時候我就看他臉 沒事啊 沒事... 真的嗎 我知道我看到他已經比較安心 他就幫我擦血 沒事啊 沒事 你好勇敢喔 真的 你剛剛都沒有哭肥話 但是... 真他已經第一剎那樣就 那應該沒什麼事吧 但是這裡是破掉的 所以說這個醫生啊 醫生 其實不可否認現在醫生啊 他護理人員其實改善很多啦 可是呢有一些醫生啊 護理人員真的也要注意一些事情 像我... 有一次我送我爸骨刺啊 非常痛 然後他送他去醫院 一去喔 已經掛急診了 他在那邊躺著 非常難說他沒辦法 容易改變他的姿勢 就是很痛 可是呢那個醫生 醫護人員一進來 完全搞不清楚狀況 明明已經告訴他說什麼痛 可是呢他們在翻病人的時候 哇 用很大的動作翻喔 好像在屠宰場在殺豬啊 這樣子整個丟啊 這樣翻喔 痛到讓病人簡直是快要昏倒 這個是非常恐怖的 我第一次聽我爸罵三字經 就是在他這個醫院 我等著罵那個醫生三字經 我到現在還記得 全國的醫療界的朋友們 從節目播到現在 親愛的醫生 你們知道怎麼辦喔 現在的醫生都非常的好 非常有醫生 所有的護士都跟我們一個 一樣 一樣 年輕 漂亮 腰臉很細 腿很緊張 幹嘛啦 趙律師啊 老師說你們壓力是比一般人 大很多的 對啊 最怕的是 那個職場待久了以後就會 批乏 職業階段 職業階段 批乏 然後疏忽了 為什麼不去休個假呢 休假對整個 refresh 我覺得是滿好的 你們不休假 我們就很緊張 然後去醫院第一件事 請問一下這個醫生 多久沒休假 一年喔 不過老實說啦 以我們病人的這個角度來看 就比方說看到趙醫師這樣 笑咪咪的話 我的病情嚴重 我去看到你 對我來說是一番安心 心情會舒緩很多 會安分 重點就是知道 我們到急診室之後 就要信賴這些醫護人 畢竟他們是專業的 好不好 好的 今天謝謝各位參與廣播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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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謝謝